铁观音 焚香除妄念 焚香除妄念 即通过点燃这只香 来营造一个祥可宿木的气氛 并达到驱除妄念 心境契合的目的 神入茶净 茶艺师在七茶前 应以清水净手 端正梨蓉 以平静愉悦的心情 进入茶净 孔雀开瓶 孔雀开瓶 已展示自己的美丽 紫砂壶 最能发挥明茶真味 公道杯 也称茶海 用来盛放泡好的茶汤 茶漏 也称滤网 泡茶时 放在公道杯口 用来过滤茶渣 闻香杯 是用来绣闻杯底 流香的器具 闻香时 双手搓动 闻香杯 闻香 茶杯 也称品银杯 用来品银茶汤 茶盒 为暂时盛放 从茶罐里 取出的 干茶的用具 茶艺表演中 用来欣赏干茶 茶道组合 它包括 茶汤 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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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茶楼 茶珍 茶巾用来擦拭泡茶过程中 茶具上的水渍嘴手泡 常用的煮水用具 木林欧菲 泡茶之前需先用开水淋烫茶具 使其受热升温达到泡铁观音所需的最佳状态 观音入宫 左手拿起茶盒 右手拿起茶石 把铁观音拨入紫砂湖中 北齐明曰 观音入宫 玄湖高冲 带水出沸 向泡湖中玄湖高冲注入开水 欧里檀香 茶叶冲泡 需等待一至两分钟 才能充分的释放出独特的香和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香杯时 品银杯和闻香杯中的水倒掉 玉湖中玉湖的茶水喝 玉湖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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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入宫道碑中 我们称之为 玉叶回湖 观音出海 就是把茶水依次寻回 均匀的 蒸入闻香杯里 细闻幽香 将茶汤 分到闻香杯中后 拿起平银杯 倒扣在闻香杯上 拇指按住平银杯的杯底 中指和食指 夹在闻香杯的中下部 迅速翻转 放在杯托上 双手持杯托 敬茶 遅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香时 轻轻提起文香碑 双手搓动文香碑 石碑品茶也讲究一个手势 女士用兰花手指 而男士则用童心手 品措甘铃 品措铁观音的韵味 有一种特殊的感受 鱼以小杯分三口以上 慢慢细品 当虾上一口含在嘴里 慢慢送入喉中 顿时会觉得满口神经 飘飘欲仙 嘴疑人